美加領袖通電話 這次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 首次與外國領袖通電話 拜登向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 美加關係具重要戰略價值 杜魯多對拜登撤銷兩國合作的 輸油管道項目表示失望 敦促美方撤銷 特朗普政府對加拿大軟木材加徵的關稅 雙方同意下個月再交流 外界解讀成拜登將出訪加拿大 白宮表示拜登目前專注內政 未有外訪計劃